今晚在鱼类世代 我们有第一次来到节目的新朋友 但这个名字好常在我们节目中出现 所以呢有很多的听众很可爱 有人留言说 哇这个人终于出来了 哇终于这个人要上通告了 诶真的有这个人吗 今晚在鱼类世代 一起来欢迎七七柯琪琪 嗨 大家好我是七七柯琪琪 大概在去年吧 开始播你的歌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我就想 诶这个人怎么一直在推新歌 然后人都没出来 对都不出来 然后也都没有做通告这样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名字太特别了 他可能是AI这样 没有我是真实的人 就是有血有肉的这种 对 七七柯琪琪在经过了好一段时间 就推出了不少的作品了 那现在正式的 在2023年有一张专辑跟大家见面了 对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里面有十首歌 都是我自己的创作 对啊 但其实你的人生还蛮短的 现在才20岁 对不对 已经有很多新的经验了 比方说你推出了个人的一张 新的全新个人首张专辑 对 你做了很多的创作 你跟很多的歌手有合作 你也认识很多的音乐人 再短短的20年内 其实你已经很快 我觉得你已经走到了 就是很多人的梦想了 对但其实对我来讲 也算是一个起步啦 因为后面路还很长 对啊对啊 要继续加油 20岁七七柯琪琪 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播你的歌 应该就从这里开始吧 欢迎你继续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20分 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是七七柯琪琪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对你很熟视这个七七柯琪琪 对 对你的这个名字其实蛮好的 就是让人印象很深刻这样 对然后正着念道着念 其实都一样 正着念道着念七七柯琪琪 真的耶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唱片公司 我们要帮你播歌嘛 对 他就跟我们讲 名字就要这样念 对对对 你一定要念七七柯琪琪哦 我说嘿 他不就叫柯琪琪嘛 对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所以这是这是你想的吗 没有就是希望有一个 原本像前面的七七ke 他们希望是像一个代码 一个代码 对然后后面的柯琪琪 是我的本名其实我本名就叫柯琪琪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 我的本名应该蛮好记的 对很好记 对 但加了七七之后呢就更好记 对 因为大家都有一段小小的困扰 就是蛤 他的名字前面一定要叫七七嘛 就是 很有用耶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 因为我小时候错号也叫七七啊 七七因为你的名字就叫七七啊 对对好像也没有办法有别的错号 对对对对 好所以呢七七柯琪琪琪这名字呢就 就让你开始发现了单曲 然后很多的电台或节目也开始播放你的歌这样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并没有打算出来做宣传 因为我还查了一下 诶这个人要做通告吗 诶没有耶 所以我想说那么用力的在创作 然后唱片公司也挺用力的在宣传 竟然这个人不来这样 就是因为前面都是发单曲 然后像最早两首歌是搭一个剧 搭剧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演那部剧 我如果跟着那部剧出道 好像又有一点奇怪 所以就是一直等到现在发了自己个人整张专辑 对 所以才 你觉得现在你有比那个时候更适合出道吧 有有有 就是我觉得那个出道 我可能心理状态也还没准备得那么齐全 对对对对 反而现在其实你有比较多的理解这个圈子的状况 对 然后对通告也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陌生感 对然后表演经验也就是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 就是也越来越熟悉 对 各位听众你们知道吗 今天 今天这个时候 是七七柯琪琪她人生第一次上广播的live 对 就是保持平常心了 听不出来吧 不错 这些人训练得很好 Wonderland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You're Wonderland 这是来自七七柯琪琪 这就是你的个人首张专辑了这样 对然后这是专辑里的第一首主打歌 对 所以你觉得你的音乐世界从此展开了那个Wonderland 对就是其实这首歌也是有点在写 就是因为现在的网路很发达嘛 对 然后就一种分不清网路跟现实生活那种就是精神混乱的感觉 嗯 其实因为你才二十岁 但你有发现你要想事情好像比一般二十岁的人好像多了一点这样 我觉得 有吧 毕竟要进这个产业嘛 好像我觉得你的思考比较全面一点这样 可能跟你做音乐有关 因为你做音乐本身不是只有创作 你包括编曲啊 你很多其他的领域也都你自己来完成 对对对 觉得就是这样子也可以完成比较多天马行空或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晚娱乐一世代 今晚娱乐一世代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琪琪柯琪琪 哈喽大家好 虽然我不知道这首歌是第二主打 但我跟你讲我是很喜欢这首歌 谢谢 这首歌我一听我就觉得哇 哇这个歌听起来让人很放松 而且他的词曲或者是整个编曲给人的感觉都挺好的 他就是一首算是很完整的会让人开心的歌这样子 我这首歌一开始在写的感觉是那种 因为我那时候就没谈恋爱了 然后想写一首可以来求偶的歌嘛 哦原来 曖昧曖昧的感觉的感觉 对 想冒险 嗯不过呢其实柯琪琪现在也才20岁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你当时去参加华言国际的ZE世代 那个甄选的时候你才17 17岁 17岁的时候你带着你怎么样的才华来参加比赛 就已经是写歌了吗 对我那时候已经写歌 我那时候甄选的时候是唱唱一两首指定的要唱的歌 然后加分题是唱自己写的歌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编曲 那时候已经也是学了一段时间的编曲了 对 所以你为什么会这些技能呢 比方说一个17岁的孩子你受到什么影响你开始写歌 甚至你连编曲都已经在学 跟什么有关 跟学校有关 还是跟你自己的兴趣有关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念华岗艺术学校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进去想当歌手就走幕前这样 所以其实很早你的目标就很明确了这样 对就觉得自己那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不差 然后还可以唱一点歌感觉可以当个艺人之类 但是到后面进学校都发现会唱歌长得帅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后面就是刚好又听到OZ那时候 我高夜暑假他发了一张专辑 对然后听到就是有被震惊到 然后他也是包括制作编曲词曲都自己来 所以我那时候就因为OZ也算是OZ的关系 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去学编曲 然后自己写歌 所以后来就开始练习这样 然后学校有上课 对你来讲就是影响你启发你最多的可能是OZ 因为你觉得哇原来一个音乐人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就觉得那这样相形之下好像自己不太够 所以还没有18岁那时候你才17岁你就觉得我应该要儲备这些才华 对对对然后开始在学校就学编曲幕后这方面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好像其实比较适合幕后 对所以就是考了一些 考了大学也是学幕后 对所以他后来就念台南艺术大学 对对但是七七柯琪琪我觉得你算是在年轻人里面很早就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然后呢你又很幸运 因为你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呢 其实一直到你加入了插名公司 其实公司都没有让你有机会休息 基本上你就一直往前走也没有停下来 对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做完第一件事就会有第二件事可以做 对对 所以在疫情期间大家很多人在家里空着 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在准备专辑了这样 对我就是然后持续一直写歌 因为公司有给一些作业 比如说我一个礼拜交一首歌 到后面他们觉得可能要加快 就变成一天一首之类的 你不会跟公司说其实我也才20岁 这好像不用这么急喔各位 其实20岁发专辑也比我自己预期的再早 早一点啊 对但我觉得年轻啊现在就是要这么早啊 我先跟你拼了这样子 对没有后路这样 很好 所以呢已经是全新的投入这份工作 对你来讲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你觉得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 很难想象的事情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都在有预期之内 但我觉得有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当艺人每次去装法的时候都可以洗头都可以按摩 然后化妆的时候装法师也会帮我按摩 帮你做脸啊按摩啊贴面膜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跟你刚刚完全相反 真的你不喜欢被洗头 我去洗头洗头我都会跟他说不用按摩 因为我都觉得好久哦 但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比较少接触 就被洗头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洗头我觉得蛮舒服的啦 对 但是就是按摩每次我都会觉得 嗯啊你快一点好了这样 我可以比较叹心一点 对不对你可以享受啊 没有没有你可以享受很好啊 所以我以为你的人生会觉得比较梦幻的时刻 或对你来讲哇哦 应该可能是跟KarenCC合唱吧 对我其实第一次在公司遇到她的时候 也是我在产房写歌 然后她经过我产房听到我声音 她就敲门进来 她还没等我硬门她直接开门 然后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吓死 对她边伸手边说你好我是KarenCC 嗯 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赶快要站起来 转过来接她那个手 对 然后我就从椅子上摔下来 然后再站直 然后把手汗擦干净这样子 结果呢就在前两天的记者会上 KarenCC也为你站台 对 比如说姐姐人真的很好 就是不管是台面上还是私底下 就很照顾我 哇KarenCC也是要被叫姐姐了齁 你也有这一天齁 叫姐姐比较礼貌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晚娱乐一世代 一个创作歌手 甚至一个巨星的养成 要从年轻开始 当然这家唱片公司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签了琪琪 柯琪琪很年轻 而且也让她帮其他的歌手写歌 我们来听听这是你写给动力火车的歌 动力火车对 我就觉得这也是你人生很想不到的事吧 对对对 而且这样专辑就是一个国风专辑 也没想过会写一个国风的曲这样 对对对 好我们听这首歌叫初雪的夜空 为什么20岁要写这么成熟的歌 跟你的歌很不一样欸 对就是因为要练习为别人写歌 这样才会有新的想法 所以那时候你写这个歌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是要写给动力火车了吗 还不知道 只知道是要写一个国风的歌曲这样子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国风 好 就是 呃 比较民族风 比较 五声音阶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是你们在学要用的专有名词吗 对其实从 因为学乐理的时候就会带到一点 然后 就会说是比较国风这样子 对 有点像是中国风啊 比方说周杰伦啊 对对对 但其实没那么硬性规定 真的不能用到哪些人 对对对对 是很自由的创作啦 对 只是希望那个歌有这种比较小调的氛围这样 所以当时没有想到吧 你的歌竟然给动力火车唱了 有 我真的是 吓到 这应该算是你的第一首被别人唱的歌吗 是是第一首对 目前也只有这一首 那感觉怎么样 感觉吗 就是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写完歌会觉得这个旋律很好听 但自己唱起来很难听 哦 觉得自己不适合 对 但你还是能写这样 对对对 那我们要来听一下 刚刚那个是动力火车嘛 那奇奇科奇奇 其实在他专辑里面的歌是这样子的 真的两个世界 所以你已经能够为别人服务了这样 我觉得要蛮好的 对 听起来奇奇科奇奇 她的创作其实是 是一个很纯粹的用创作去写歌 我知道早期很多华语流行音乐 很多的创作人可能比较多 是他必须拥有一个生活的体验这样 但因为你相对年轻哦 所以你学习创作可能有来自学校 有来自自己的生活的经验这样 但这些东西基本上你的写歌比较像是 为了希望能够写出一首好歌而努力 有一点 然后其实我有时候我的想讲的事情或体材 不一定是我真的发生过 是可能我听到别人的故事 或是我看了一部电影 看了一个影集 看了一本书 所以会给我一些想法可以把这个故事变成歌 所以在你的脑海里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好像都是在想音乐的事情 对 我觉得有发现这个现象 就是因为现在音乐变工作 我发现我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兴趣 对啊 会不会就是 其实20岁你也知道 就是外面很多20岁 基本上他们还是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向往 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吸引他们 但你好像有点太专注在音乐这件事情 有 我最近在慢慢抽离 我最近很想去学打拳 学自由搏击这样 对对对 就是好像 欸 为什么你好像 人生就除了音乐以外 你好像 比较没有其他的 的连结点这样子 可能就是 自己也比较门骚 比较不善于社交啦 但这也很适合当艺人啦 我跟你讲 对 很多的艺人在私下就是这样 但他上台就很亮啊 很会表演啊 所以那也是没问题的 你不用太担心 倒是我觉得生活的体验 应该可以帮助你们创作 帮助很大吧 对 我自己也有觉得 目前的生活经历好像不太够 所以也有在想可以去 多看看这个世界 公司有鼓励你吗 有 有 他们觉得我太窄了 然后就说 你不是20岁吗 对啊 夜生活这么少之类的 好 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听到了新人 琪琪科琪琪 这名字你已经很熟悉 但你今天完整的 听到他个人首张专辑 其实在你的创作里面 你也是我发觉 挺会用比喻的人这样 对 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写歌期 好像也比较喜欢讲的很 就是白话 然后白话如果又想要讲的 有点 有点 有点不要那么明显 这样的话 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就有些比喻这样子 对啊 所以呢 你的脑里面呢 虽然是时时刻刻都在想音乐的事情 但你现在已经正式出道 成为一个歌手 对 你就出道了你知道 对对对 我出道了 对 然后呢 出道了之后当然就是 目标可能会不太一样 当你还是新人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目标是一张专辑 对不对 当你有了一张专辑之后 你认为 你现在有没有扩大了一些 你的目标跟想法呢 有 我觉得就是要 真粉 这样子嘛 其实希望更多人认识我啦 希望更多人 从音乐上认识我 然后这是我的下一步 因为有 大家认识我之后 我也才有办法再下一个目标嘛 对 但其实很多人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表演了 你有这种期待 你希望有自己的演出吗 有 然后我刚好在 8月11号 在那个三创的Clipper Studio 有自己的一个专场 如果大家那天有空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 就不是说来看我表演啦 就是一起来 享受 一起来听音乐 这样子 你那天都要唱自己 写的这些歌嘛 对 就是毕竟 专辑刚发嘛 不唱不行 对啊 但其实你的歌也算多 你应该还有很多的歌没有收到专辑里面 对 很多 算很多 因为当时在选专辑的歌的时候 大概是有一百首歌在选 嗯 哇 所以呢 你知道就是在一个二十岁的歌手 他的歌库里面有一百两百 最后他选出了这张专辑 成为个人的首张专辑诞生 而今晚在鱼雷时代也很开心 我们经历了你的第一次广播的现场 对 我觉得 觉得 嗯 虽然是很特别的一次经验 但是现在还蛮放松的 对 畢竟主持人很专业这样 没有嘛 我觉得你真的蛮放松的 这一点是真的让我蛮佩服你的这样 今天我们在听你的专辑 大概也可以感受 你大概就是一个比较喜欢R&B灵魂 这样的曲风 对 对对对 就是刚好在高中之后 开始做音乐的时候 这些 新型态进来 就是进来台湾的这些音乐 期待得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2002年出生的 奇奇科奇奇 真的年轻耶 对 好了 我讲这些就是纯粹羡慕而已 没有 应该说很嫩啦 还很嫩 可以继续加油 我相信在未来你的音乐这条路上 应该会有很多不一样新的发展 因为这只是你才刚刚开始 对不对 对 继续加油啦 期待 希望今晚鱼雷世代 你终于听到了奇奇科奇奇 你也可以支持她这张专辑 已经正式数位上架 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我喜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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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热 我を希望你好 很太厉害 所有太争害 都是 Nova